Hello大家好 这个视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回国这一路上的一些注意事项 我的话是从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然后飞回国内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布里斯班这些小地方是已经没有国际的直飞了 所以我必须要坐飞机去悉尼转机 然后再从悉尼飞到国内来 其实现在回国最重要的两点 需要大家做准备的就是一个是双阴检测 第二个就是绿码的申请 首先我们先说这个双阴检测 双阴检测的话 它是要求你在离定前的48小时之内去做 但其实这个时间卡的没有很死 我就建议大家第一天的早上就去做 因为它做这个结果还需要一个化验的一个时间 大概是24小时 所以尽量早去做 然后给你申请绿码留比较充足的时间 大家也不至于这么紧张 第二个事就是这个申请绿码 这个绿码其实是一个微信小程序 在你买完机票的时候 卖给你机票的那个人 中介也好 还是旅行社也好 他们应该会发你一个链接 等到你拿到你的双阴检测的结果了 你要把它上传到这个小程序里 就按部就班的填好你的信息 基本上这个绿码几个小时就可以下 在这儿有一点 我需要跟大家特别提醒的就是 这个双阴检测 它是有两张不同的这种检测单 一个会告诉你你学检的结果 第二个就是你的扣鼻视子的一个report 所以大家一定要等到这两个结果都出来了 然后在同时把它们上传到你绿码的那个小程序去 因为这两个测试的结果它并不是一起出的 会有一个间隔 我当时就是只上传了一个结果 然后以为第二个结果没有给我出弄错了 所以当时就真的很着急 在这儿就跟大家说一声 这个是正常的情况 不需要着急 第二个步骤就是转机去悉尼 像悉尼这个地方我觉得无非就是订酒店 悉尼机场有很多酒店 非常近 就是步行距离就可以到的 所以建议大家到时候可以提前坐坐搜索 然后如果有空房的话就定在机场周围 因为会比较方便 我当时住的是Holiday Inn Express 这个酒店离机场非常近 大概走路八分钟 但是因为我行李很多 又对机场不熟悉 所以我当时就想说我就是坐taxi过去 但是其实出租车司机是不太愿意在 就是这种路途很近的旅客的 当时我的那个司机他就告诉我说 他说虽然说开车这个地方只要两分钟 但是他要收30刀的路费 因为不然的话他在机场这排队 排了将近半个多小时 结果拉上我我只两分钟的距离 其实对他来说他也很不划算 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在出发之前看看有没有机场可以乘坐的这种机场大巴直接到你所预定的酒店 要不然就是可能步行吧 查一下步行距离 如果不是太远的话 我觉得走路应该也不是不可以 一般的酒店呢他会给你提供一个第二天早上的送机服务 尽管距离很近也要花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赶早 尤其是对于想要退税的朋友来讲一定要抓紧时间 接下来到机场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退税 退税的话建议大家先下一个APP 把自己所有需要退税的东西都先提前录入到里面 这样的话能省很多时间 然后退税的话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随身行李就是你的包包鞋子手表这些很贵重的东西 是一定要随身携带的 第二个就是可能像行李箱啊保健品这些比较大可以拖运的东西 大件的需要拖运的东西是需要你先去一个退税的office去盖章 盖完章之后这个东西才能拖走 所以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去找这个office 在悉尼机场的话就是你进入出发大厅之后往右手边看 有check-in的柜台G号 你就走过去然后在这个G号柜台的后面有一个直梯 你从没记错的话是二楼的departure直接坐到一楼的arrival 然后你打开电梯直直走出去你就能看到这个office 然后你就把你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拿出来给他们看 看完之后他们就会给你盖章盖完章之后你就可以去做check-in了 然后在你check-in之后呢工作人员会给你一张小条 这个条上面就会有两个二维码 大家务必要把两个二维码都扫描 然后呢把你个人信息录到里面 这个是你之后登飞机也好入镜也好 一系列都会用到的 最好能够把它截图保存在相册里面方便使用 之后呢你就可以去做安检了 做完安检工作人员会告诉你去哪里退税 就是你那些随身的贵重物品 这些东西也都是需要检查的 基本上退完税做完这一切你就可以去后机了 等到了国内其实也是会一直有工作人员去指导你接下来怎么做 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吧 然后唯一大家要有点心理准备的就是 在国内这个鼻烟柿子非常非常的疼 因为他们就是为了可能采样比较精确吧 他们会在你的鼻腔里面去停留十秒钟 其实这个还让人挺窒息的 我基本上就是流着眼泪去取得心灵 但是其实也就是一下子做好心理准备就好 然后后面就会有专门的机场大巴 然后接你到你的隔离酒店 我现在已经是隔离的第五天了 因为酒店的环境还不错 然后饭食也都不错 反正每天做自己的事情 对于这个隔离生活大家可以不要担心 反正有网有电脑有手机 而且其实在国内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已经 这个程序流程走得非常顺利了 所以各个方面也都没有什么太值得担心的地方 所以大家就只要做好自己的隔离和防疫的这种措施 应该就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回国 然后希望这个视频里的一些小的建议能够帮助到大家 那就这样吧 拜拜